大家好 我的研究方向就是企業分析 主要是談企業的各種特徵和行為的關係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行為就是污染 另外一個比較關心的是老子爭議 所以我這一陣子這幾年大概都是在分析各種企業上下有關係 那700E的資料是非常重要的 最終非常重要的技術資料 但是要把這個資料變成我想要的資料 還有或者是我把一些把資料給運用 這個資料變成新的資料庫 這兩個中間有非常多的困難 跟還有非常多的一些需要突破的點 那我這次分享就是說 這個部分我是怎麼慢慢一步步把它處理掉的 那OK 我的目錄 好 那就分四個部分 那為什麼要用這個資料呢 因為就是說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為什麼要放這張圖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企業的結構跟它的上下關係是常常變動的 像去年Google就成立了新的公司叫做Argo Bay 那這個新的公司它的目的是什麼 它跟它未來的行為有什麼關係 所以這個等一下會提到 那分四個部分是第一個是基林B的基礎工程是什麼 第二個是公司結構應用 第三個部分是我用日月報的案例來看 整病之後的狀況是怎麼樣 第四個部分是解決的方案是什麼 好 那我這邊談的是這樣子 就是我先用Open Data倡議 那個是英國的Open Data基金會 它把Open Data倡議的四個部分 資料禁用 分享與再使用 然後社會與商業價值參與制 那我這裡的部分呢 主要的是要核心放在一個 第一個就是再使用 這個基林B現在的資料 我要把它再使用出來 那它再使用出來 也有很多的方向跟可能性 一個是商業使用 商業價值 廠商來用 那另外一個就是社會 那我要在意的是它的公共性 它的社會價值 再來呢可以參與制 比如說像剛剛森翰談的 怎麼讓民眾可以了解這個 盡量看到這個資料之後呢 可以繼續去使用它 甚至去檢舉 甚至去動員 甚至去組織 OK 那所以我的目標就是 要建構一個可以再使用的資料庫 那這個就是 第一個就是 成果以實踐 目前基林B 它做到什麼了 它有協作經驗的累積 然後呢 可以讓我們有後續運用的想像 因為它的公司資料非常重要 那它有些實作的案例 那要進一步發展呢 對我來講 到底我要怎麼做到公共化 第二個 我要怎麼讓政府的資料 進一步完善化 像剛剛森翰的案例很清楚 那個裁判資訊 這只有金額還有次數 並沒有細節 不要怎麼 其實還有別的更多的 不管你們要怎麼把它完善化 第三個怎麼達到參與治理 好 那我們先來看公司資料 屬於這個重要性 為什麼要盤公司資料 因為我會認為除了國家之外 公司是影響力最強最強大的組織 那其實過去就有各種政府提供的 民間提供的資料庫 那為什麼G01這個資料非常重要 主要就是 這個是 Running網是2013年 2月去爬那個經濟部的 經濟部的那個商業司的網站 全部把它爬下來 那它把它爬下來之後 提取出來 變成一個半結構資料 它有好處是這樣 檢疫搜索 然後不用驗證 像那個 你要去那個經濟部的那個 商業司的網站是要用驗證碼 一筆一看的 那幾乎是同步更新 它每個月十日呢 就是 它也是去爬那個 它的更新清澈把它抓下來 更重要的 它可以打包下載 大概3GIGA的JSON資料 可以進一步進行大規模分析 然後可以做進一步運用的技術 它裡面 好 所以說我們就會看到 我這邊再來跳一下 就是說 對我而言 公司資料有兩面性 它是 它有商業性質 也有公共性質 它會因為你的目標不同 你這個組織要在 製造這個公司資料部的時候 會因為你的目標不同 會有不同的應用模式 不同的授權跟收費模式 比如說商業性質的 它可能因為投資需求 它可能要商業性質 它就會賣很高的價格 另外一個 公共性質呢 就要有 我希望我這個資料部 能夠達到社會監察的效果 能夠達到公司治理 能夠有學術研究 進步進行學術研究 那 這些資料 就會散布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 下一個 好 我把它分成兩種 一種 一種叫基本資料 它裡面可能有公司的成立日期 它的董先 結婚式的名單 它的資本額 它的原封數 還有別的東西 大家可以想 另外就是它的行為資料 它可能有一些財經指標 它的獲利多少 或者是它的營收之類的 再來是勞制正義 比如說它到底違反勞欺法 違反了幾次 歐比法多少錢 污染是剛剛談的 還有有沒有逃漏稅 還有沒有其他違法事項 那我們來看 現在目前台灣 一個幾個重要的資料 庫 它目前有哪些資料 第一個 基理經濟 剛剛那個 榮林王的資料 它幾乎有成立日期 總監事 跟資本額 台灣經濟新報 其實是 我覺得是最完整的 成立日期 總監事 資本額 環保署 財經指標 導致正義污染 跑漏稅 違法事項 它都在它的CSR 就是CSR責任內欄裡面 但是它的資料非常不完整 等於沒有 再來是環保署的污染資料 它就是有污染跟違法事項 再來 違反勞欺法名單 現在各縣市政府都有 定期公佈 違反勞欺法的資料和名單 但是它的資料是 有些是在PDF檔裡面 有些是有CSV檔 所以是很亂的 OK 好 那我們現在來鎖定來看 我現在要把 我現在要看的是 我要怎麼把環保署的資料 整併為公司的基本資料 把它跟榮林王的公司資料整併出來 我先介紹一下環保署污染源資料 它是2011年上限 將列管污染源資料通報的數據定期上網 它是以工廠為單位 每一家廠 比如說月光有28家廠 那就是28家廠 就是列表 然後每一季公佈 總共是71600多家廠 然後列管污染源通報 有進入列管範圍才需通報 那這個列管兩個字就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最關鍵的問題 那它有五個子資料庫 有水污染 空氣污染 它有很多內部的細節 這大家可以上去看 好 那我們現在從環保署污染資料出發 我們到底要發展出什麼樣的資料庫 就是說在技術上可行 也能在企業監察公司治理 學術研究上的公共事務上發揮作用 就是說我們有環保署污染源資料庫 我們要做過程是什麼 整並完成一個資料庫 那我的想像 先從我的想像開始 好 好 就是剛剛談了 好 第一個 我們先來看 我希望做到一個東西 就是說 第一個 這個就是上次那個日月光台放配水面加廠 2013年的 第一個 我會希望把日月光K7廠的所有的污染資料 給匯集起來 這樣就可以匯整說 我可以知道它有沒有改善 還有沒有進步 然後它目前的污染狀況是如何 比如說這個是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4年 它各種不同的數據 大家可以看 2013年最多 就是因為它被罰那一次 之後 有下降了 然後裁罰金額又少了一點 但是它還是繼續有污染 還是有繼續被裁罰 另外呢 黑氣場不夠 我還要看所有日月光 我現在要抓的是 就是把所有日月光的細的 日月光半導體 半導體製造 很有限公司 在這個環保守護染源 所有所有的 的廠的 資料 全部整併進來 那我就要確定說 這幾個廠 都是 就是 就是 月光下屬廠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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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來 所有的 空污 水污 被棄物 開除金額 統統加重起來 這是我一個目標 再來 唉呦 好 我現在要把所有日月光集團 不只是日月光半導體公司 大家可以看 唉呦 可以了 唉呦 切不過去 先跳 跳回去 我來幫你來弄 這不是我的電 好 大家看 這個是整個日月光的集團 系列的那個 各個子 股公司 到子公司的分佈圖 月光在中間這裡 這是日月光半導體 剛剛看到有28架X 在這裡 他透過不同的路徑 控股公司去 控股到 中國 新加坡 各個都 跟他看這個點 不同的點 這個點 路主開發 再出去 這個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中國的有沒有 環權 昏山電子 這條路徑就跑 從這條路徑 跑到這條路徑 這是 這是他的 一些半導體 投資到中國的半導體廠 這條路呢 又不一樣 從這條路非常複雜的過去 這個中心點是 宏井建設 從這個點慢慢出去 一步步出去 大家可以看到 瑞芳有非常多的公司 他是 這是什麼 房地產公司 在大陸的特地房地產公司 那還有別的點呢 這邊都可以看到 他怎麼去佈局 從這些資金鏈 他的上下有公司鏈 怎麼去佈局 那我要的東西呢 我要切回來了 我要的就是說 完整的上下有公司的關係圖列表 第二個 我可以從最頂端的控股公司 知道每個末端 他每個最細的末端的公司 然後呢 包括海外 國內及海外 註冊公司 包括免稅天堂 就是發財文件 還要 我還要他 每一家公司 在集團中的位置 他的層級數 他的上下游公司的數目 然後呢 集團的基本資料 還有結構數據 所以呢 那這個又可以變成 新的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呢 又可以變成新的網站 又可以再輸出成 傑森或者是CDS 可以再給大家利用 因為 我現在這個東西 我是在 也許是在 那個環蒙的網站上面 然後呢 但是呢 他是牽扯到他的行為 他的行為是污染 但是也許有別人 別的有興趣的人 他想要做別的事情 例如 逃漏稅 違法事項 他就可以用這個數據去看說 到底 這個整個大集團企業 大集團企業 他的違法事項是什麼 好 所以剛剛看到幾個 整併過程 獲取環保環保護污染資料 確認污染源的所屬公司 這個 他是以廠為單位 他到底是在哪 哪一個公司下面 然後計算去呈現所屬公司的相關數據 再來 確認公司所屬集團 再來 計算呈現集團相關數據 新資料庫 好 我們先來一個看 他的問題在哪裡 第一個 他需要進入環保署的污染源網站 去把他資料轉 挖 把他從挖出來 這個算是簡單的 他的 就是進去網頁 他的用R就是很簡單 可以挖出來 他除了水污染資料 是放在list 必須用資源切割之外 其他都是放在table的style裡面 這技術問題 我就不多 不多談了 那 比較麻煩的是這樣子 環保護資料非常的糟糕 他只有廠的管制編好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14905365 他並沒有這個公司的銅編 沒有公司的銅編 也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知道 他有7萬多家的list 你怎麼知道哪些廠是屬於瑞光公司的 那你當然 所以就必須做一些資料的清理跟整理 最簡單的 或者說唯一的方式就是用名稱了 就是瑞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有他這個公司就把他的名字挖出來 就把它挖出來 然後就進行比對 就是由於某個方法就是模糊比對 然後有3000多筆沒有辦法準確比對 然後就是只能用XL進行人工比對 對 這個工作都已經完成了 環保署原始資料缺陷 問題在這裡 剛剛那個圖大家可以看到 20幾家廠 但是呢 瑞光不止這些廠 他有很多的廠廠位列管 那我又從那個經濟部工廠公司資料 固執了17001 後來鼓勵他們開發 然後去挖出來 然後去鼓勵他們開放出來 去比對出無列管工廠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總共其實是43家廠 它只有20幾家廠的資料 所以無列管的資料呢 大家可以看空屋有22家 水屋就24家 廢棄屋就19家 毒化屋就38家 那列管無資料的 就是 就是明定你要列管 你要通報啊 你又沒通報 它等於資料是0 那就是 就是這些 那列管有資料的 反而是少數 空屋只有15家 水污染 明明水污染那麼嚴重 它只有3家 然後廢棄屋23家 毒化屋0家 好 但是這個我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既靈靈資料還是有它的限制 用你往那個經濟部的資料 第一個就是上下有公司認定的問題 大家可以看 我用指標過去好了 這個半導體 綠光半導體公司連上去 這個是 某一個 它的母公司 新興產業創業投資 它又連到滑邦電子 它沒有辦法去確認說 我現在目前有的資料 沒辦法確認說 這個線該切到哪裡 也就是說 我把資料全部挖出來之後 它會把它認定為滑邦電子 也是它的子公司 那這個就是在認定上 我沒有辦法去確認它的 集團的邊界的問題 第二個是海外公司 好 海外公司的問題 它這邊只有幾個點 只連到幾個點 像我剛剛那張大表 可以把整個新加坡的 大陸的 全部的表都挖出來 目前經濟部的資料 是沒有辦法的 好 那問題在怎麼辦 我要怎麼做到這個表 那 所以呢 我的 取巧的手段就是 我請一個朋友抓那個 中華征信所的 集團資料部資料 它是有五百大集團 它有 1998年到2014年的寡大集團 那 每個集團都有五份為單位的 上下游交叉持股列表 每個集團的 縮屬公司列表 那它有一個大缺點 授權的問題 我其實是不太能用的 好 問題就在這裡了 好 再來最後就是要整病 污染種子是什麼 集團總監事的名單 集團密度 這個是社會網絡分析要用的 集團的密度 各點的中心度 子母公司階層數 這個都是學術分析用的 不是在這個重點 好 那最後我要的就是說 污染呈現 就像剛剛 盛開他們網站呈現 那資料輸出 我也要 資料能夠打包輸出 好 現在我們就問題列表 還有把它歸納起來 就是說 它是原來有五桶邊問題 然後環保署原始資料缺陷的問題 然後有許多污染源廠廠未列管 有些人有列管無資料 那基林冰的檔案 那個資料限制 上下流公司認定 集團邊界的問題 然後集團標準建立的問題 那中華監信所 僅有五百大集團 那還有授權問題 那我把它歸納一下 第一個是技術問題 技術問題 可以就是像基米這樣的 還有對維基林冰的 其實是很好解決的 它是可以整併其他資料庫 然後進行coding 這個其實是 只要有資料 只要有方向都可以做到 第二個是政治問題 就政府資料的欠缺 需要民間倡議 然後需要提議案 那再來就是其他資料庫的授權問題 這個都是非常非常麻煩的 那再來是專業問題 就是說 剛剛我們談的就是說 這個 這個方向叫後面這個 我要的目標 其實它是一個遠程框架的問題 就是說我要從一個 目前基林V的公司資料庫 還有環保署的 資料庫 到我的目標 這個遠程的框架是很需要去確定說 它的確技術上能做到 而且能夠一步步推動出來的 那這個是要彼此討論的 那再來是標準建立 剛剛我們談的那個子母公司標準 其實那個是標準是不一的 那就是說 我們到底要採取什麼標準 是董監事的席位過半數呢 還是古本過半數呢 還是用學術的一個單 學術的標準是所謂的控制權的問題 這都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 那我這邊提出幾個點 就是說 我覺得比較重要是這樣 就是彼此合作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說 真的需要 真的需要 像這樣一個計畫 真的會需要一個核心應用團 資料部團隊 就是說它能夠進行 長期資料的募款 能夠整合不同的角色 一步步的解決 然後真的能跟 像這副倡議 另外兩個角色是學者跟記者 它有它的目的 它的目的性很強 而且它長期會需要 去研究資料在哪裡 Data在哪裡 它會提供資料的框架建議 就是一步步的解決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資料在那邊 可能在那邊 可能可以技術上 理論上可以把它併進來 比如說 XBRL 不知道大家知道 這個東西 這個是那個 公開資訊觀測站 前幾年在推動 要求所有的上市櫃公司的財務報表 要用一種特殊的語言輸出 這個是可以 資料是可以撈的 這個資料可以撈 但是它的品質還不是很好 這個撈進來 還是要做處理 再來是巴朗老文件 我昨天聽到那個Rolling王 他已經開始在分析巴朗老文件 他以後分析出來 也許也可以把它併進來 就是海外 海外天堂的部分 再來就是供應鏈 這是更難的部分 當然我們剛剛談的是 公司的資料結構 這個是一個集團 日月光的集團 裡面可能有A廠 B廠 C廠 它可能A廠 跟是接Apple的單 B廠是接Apple的單 這個又是不同的資料庫要整併 那這個要怎麼把它併出來 這個是很 我想還是要花一段時間 但是它是非常非常重要 以後在分析公司的各種行為 也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資料庫 那還有政府租稅補貼 就是說 這是應該是最簡單拿到的 就是 這是月光排機店 這些不所謂的高特金公司 拿了非常多的租稅補貼 但這些租稅補貼 是通通藏在他們的年報裡面 而並沒有在公開資金貫責站放出來 這個真的是非常需要去大家 就是要求 由貴買中心或者是證券交易所 就是要求 要求 它放在財報裡面 可以讓我們 就讓我們知道 那再來 工程師就是Coding跟技術資源 還有志工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資料需要進步清理 然後去把資料 就是手工人工去做清理 那 我的建議就是說 反正 我剛剛提的例子就是一種 那一種方案 就是大家 就是說 要有一個核心團隊 然後他可以募款 可以長期推 那我會認為說各種方案 就是像昨天 昨天談的那個 那個 談的那個 柏路爬 對 就是 我覺得可以慢慢的去評估 每一種 不同的資料庫的運用性質 它的組成方式 到底哪一種 適合我們現在跟政府要資料 去堆資料庫 然後去達到我們要的目的 然後去慢慢的把所有的 讓我們可以知道說 每一種方案 它的效果如何 然後可以去達到我們要的 慢慢的達到我們要的目的 好 謝謝 謝謝 大家有問題要問中沛這邊的 對 對 我先簡單補充一下 其實這兩場 我想如果大家仔細聽會 能夠感受到 跟GINV 以往的生理可能不大一樣 因為通常 我們都會講 資料公開 這兩場 但是這兩場 有時候是 我比較期望找他們來 是來聊說 open data 然後呢 有沒有人去用它 那用的話 應該要怎麼用 有沒有創意團體 要接下來做下一步的運用 然後真正能對政府 改造到什麼樣的方向 我想大家應該能夠 體會到這邊 那 中沛這邊 他也是很厲害 就是說他在 雖然是念社會學人 結果他這兩年 自學R 去查資料 那我們那些工程師 就不知道要吃什麼 這樣子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要問中沛這邊 我想 幫我提問一下 就是 在這樣子的資料結構裡面 除了去做一個 企業跟企業之間的連結 那有沒有可能去把 企業跟不同的各級證 的郵稅 或者是現金 合作的各種關係 把它做到這個系統性 因為也許 對於台灣的結構 也那個部分 可能單純比企業跟企業之間的 那種關係 或者是基金的 或者是商業上往來 可能更有關係 那也許 我不知道這個 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這個當然有可能性 但是問題只是 你這個框架 你現在是提出一種方向 那只是說 資料在哪裡 如果有這個資料 怎麼把它挖出來 比如說 就我想像而言 我覺得有這個資料 可能就是 監察院的 政治現金法的資料庫 但是它沒有上網 但是你要去挖它 那它會呈現一部分 你講的 你講的那個關係 那遊說資料當然也是可以 那我當然是覺得 能夠併起來是最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 要一步步去推的 你除了要 你知道你要做這個 然後要倡議 然後要甚至要求 監察院這個資料要上網 它現在只開放一台電腦 讓你去一個人去那邊查 這樣子 對啊 就是這個問題在這裡 好 我想要 簡單回答 就是我覺得剛剛 因為我們在檢報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好像可以連結 就是我們在整理這些資料 是我們當一方面是想要去揭露 我們不知道的訊息 但是一部分有沒有可能 也有一些正面表列的東西 就是說那這個領域 你們現在誰是做比較好的 那如果你要去參見 就是做這些犯罪的工作 或者說他也不是刻意 他只能讓他知道 他有什麼樣依序的 依序方向 或者說現在 譬如說 軟體沒有排附好的 像電腦 可能有很多東西 都是污水非常嚴重的 但是國內其實有一些 企業是在電腦方面 處理得非常好的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 反過來 我們也有正面表列的東西 然後讓他們有一些限速 我只是在想 我覺得當然是 當然是 這樣是最好 我是覺得說 問題在於說 之前我們談這種 什麼的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 排屋的優良廠商 都是廠商跟政府 他們自己 自己 自己搬套來演 沒有一套這種 真正可以第三方審核 或者說是一套 真的是搭配幸福的方式 去說 你得這個獎 真的就是實至名歸 這樣子 那我覺得 需要做的就是說 認定CSR好 認定CSR這個人好 不是竟然這樣的模式 而是有一個 真的有一個 特觀的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庫 是能夠搭配解釋 然後可以去被挑戰 然後也可以去玩上話 然後透過這個東西 再去談說誰是優良 誰是好 我想提兩個 可能是問題的 可能是個方向 什麼東西 對不起 問題是什麼 OK好 請說 前面技術方向不是問題 那當然也有提到說 後面的志工 或者說倡議方面的東西 那我最近現在看過 實安辦理官員 趕快做實安運的 那裡面其實提到說 會寫的實安運是 六個部份 十三套系統要做整合 那他們說剛剛整合的時候 就會在裡面提到說 如果說 譬如說 進出口的那個 食用油 跟食用油之間 檢核出來的話 結果說 呈現什麼異常的話 再看說所謂的 其他的 就是不同系統裡面的資料 那其實跟你要做的 是非常非常相似 那我想提的事情是 其實正文來的叫做環境雨 那環境雨的話 其實就會跟你剛剛提到的 不管是月工的 上下有 照照理說 他要做信用整合的話 都會提到 那這個 你不知道有沒有想過說 之後 他們一定都應該做 但是 因為要有的方向 那你有沒有想過說 把你現在做的東西 和所謂的方向的東西 能夠整理一下 對下一任政府 提出一些建議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 第一個就是 我當然會希望說 這個資料不能夠 你跟你剛剛講的 剛剛那個實安資料 不過我實安資料沒有細探過 我不知道它裡面的內容 還有它的整並方向 是不是一樣 至於說 是不是要倡議 我覺得 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說 把相關的問題列出來 然後呢 把 把我目前能夠在技術上 還有 合作上面 能夠突破的點把它做出來 然後 一步一步問題 然後去推動 去走它 不一定是要 一開始要做一個很大的 倡議的工作 就是全部都是列出來 然後一定要 全部都要怎麼樣 我覺得倒是 不用這個樣子 這是我的想法 那第二個 你講的是 那個 那個 國外的那個 Open Corporation 那個我看過他們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跟台灣的 有一點不太一樣 就是說 因為台灣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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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鏈的位置 有點複雜 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 就是他們的表格 我覺得看了就是不對 那個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講 那 也許你有你的想法 也許我們等一下可以私下聊 到底他那個 Open Corporation 可以怎麼應用 可以進步應用 我覺得也許可以 也許可以談一談這樣子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讓先謝謝一下 多佩這邊帶來聽凱莉的講 謝謝